欧阳娜娜先前宣布将要回归校园生活 近期也顺利抵达波士顿准备迎接开学典礼 随后她透过社群晒出美照向粉丝们报平安 只见照片中的她穿着轻便搭配黑光眼镜 浑身散发青春洋溢的气息 引来粉丝们的称赞直呼她是最美学生妹 然而她身上的行头却引发了热烈讨论 其中她背着的迷你款包包 还有行李袋 行李箱 都是来自知名精品品牌 高调的卦文非常引人注目 不过这三款单品的价格 加起来至少要35万台币 引来部分网友批评她 只是回学校上课 有必要带上那么多高贵的奢侈品吗 根本就像是在炫富啊 然而支持她的粉丝则认为 布阳娜娜身为品牌大使 自然会使用该品牌的商品 增加品牌的曝光率 因此这样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呢